今天是我們的媒體業的老闆 他感覺勞基法的限制太多了 因此他在想要怎麼樣可以更無限的壓榨媒體業的勞工 因此他現在請到勞動部的幫忙 勞動部出場希望他可以借著巴士之一的條款 然後可以來打開勞基法的小門 來將那個 現在我們老闆要嘗試來打開勞基法小門 在勞動部的協助之下 他們現在要把門打開囉 他們因為他想要打開勞基法小門 讓媒體業的勞工可以責任制做到時 就可以將媒體業勞工的肝吃到飽 他們現在已經從小門出來了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勞工可以怎麼辦呢 在勞動部都平平幫之中開後門的情況下 我們只有團結抗爭 才可以捍衛我們的權益 所以我們只有非常團協 我們才可以讓我們的資方 退回到我們勞工權益的最底線 因此我們不能夠讓那個官資聯手開後門 彈性無限吃到飽 一定要團結抗生才能捍衛我們的權益 這是我們今天的行動劇這樣 好 那那個我們最後一個口號 官資不要聯手 官資不要聯手 基準不能放水 基準不能放水 官資不要聯手 基準不能放水 基準不能放水